好 接下来马上连线到的是中方幸福首席分析师黄岳 请他来点评一下哪些消息可能会对于市场交易产生影响 黄岳先生早晨好 我看一下第一条消息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上涨 这主要得益于整个英国留欧的预期在上升 上周六其实是经过了一次免疫调查 从调查出来看 主张留欧的民众开始又是增强 这是对投资者信心有所增强 所以昨天晚上欧洲市场出现比较大的上涨 特别是英镑出现了08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随着欧洲市场上涨 美国也是出现了上涨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A股来看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利 不过本周在周四 6月23号英国进行公投 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相对来说有利于整个英国留欧 英国留欧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看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假如说不留欧脱欧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 特别是欧元英镑等等 假如说这些因素 对这些不利的话 其实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 而从全球股市来看 也会波及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从前段时间来看 确实也是调整的比较充分 所以从昨天开始有一定的涨幅 另外我们看到 其实在围绕拉票的时候 其实也是出现了刘亦元的遇害 出现了三天的停止 所以整个世界其实对整个英国 对欧洲对全球来看 影响还是非常大 从这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德表示 假如说是英国脱离欧盟的话 其实对整个欧洲的经济打击会非常大 对英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整个市场来看 大家都希望英国继续留在欧盟 从中国来看也是一样 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还是非常多 假如说英国能留在欧洲的话 其实对中国的经济 对中国的贸易来看 也是有比较好的正面影响 而从A股来看也是一样 说到全球的震荡 全球我们A股来看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平稳 这主要还是在于 得益于很多的全中国估值比较低 相对来说下跌的风险比较小 而从指数来看是首稳2800点 往2900点的逐步抬高 从底部抬高来看 其实A股相对来说 比全球市场走的会更强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